我是韩三金 讲一个真人大逃杀的故事 在未来某天 游戏公司发明了一项新技术 他们将一些被人操控的 纳米细胞植入人类大脑 这些细胞会在大脑内疯狂地自我复制 并取代原有细胞 从而使得游戏公司可以通过纳米细胞 远程操控被植入者的一切行动 由此游戏公司通过这项技术 开创了全新的游戏时代 在游戏虚构的社区中 需要钱的玩家可以将身体出卖 交由他人控制换取金钱 而人民币玩家则可以花钱卖开心 远程操控他人身体 按理来说大家只要玩得开心各取所需 这项技术就有非常大的商业前景 可是游戏公司的老大真批先生 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这会儿的他甚至开始找到政府合作 希望能够在所有死刑犯的脑中 同样植入纳米细胞 这样游戏公司就能顺势 再次推出一个爆款游戏杀戮战士了 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 可以操纵着监狱中的死刑犯 分成两组 在一块特殊的场地内进行厮杀 最后活下来的犯人将被视为胜者 并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犯人能够在30场的游戏中幸存下来 那么他将会成为天选之子被无罪释放 然而不管怎么说 死刑犯虽然最大恶级 但是如今将他们放在特定的场地内 互相刺杀削肉横飞 也难免有些过于残忍了 最终一队来自神秘世界的黑客组织 忍不住站了出来 他们格外愤懑 呼吁大家抵制这种不良游戏 可是让人感到尴尬的是 黑客们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理会 这会儿的观众们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比赛 为一名叫做大个儿的死刑犯加油助威 话说大个儿其实原本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军人 但他却因为杀人被判处死刑 沦落到如今化为傀儡胡乱杀戮的地步 所幸大个儿的运气还不错 操纵他的是一名天赋极高的职业玩家 在职业玩家的极限操作下 大个儿已经成为了游戏中的第一名 连续在27轮游戏中存活下来 如今他只要再赢最后三场 就可以离开监狱重获自由 找到妻女团聚 可是就在大个儿一路过关斩将连赢两场 马上就要参加最后一场生死战斗的关键时刻 黑客组织的成员们竟然顺着往线 一路找到了那个操控大个儿进行比赛的职业玩家 告诉他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游戏公司老大真皮先生是一个阴险狡诈之人 他早就在暗中做好了一切打算 准备让大个儿再为游戏赚足了眼球后 惨死第三十场游戏 为了打败大个儿 真皮甚至在第三十场游戏中 安插进去了一个无人操控 全凭自己意识战斗的残暴杀人魔 由于无人操控 杀人魔在战斗中 必然不会受到网络延迟的影响 动作肯定要比常人灵敏 俨然一个外挂般的存在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大个儿在最后的比赛中那将必死无疑 为了能够再次获胜 职业玩家只得同意了黑客组织的劝说 愿意在最后一场比赛中 放弃对大个儿的操控 让他自由战斗完美发挥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在最后的比赛上 重获自由躯体的大个儿根本无心战斗 比赛刚一开始 他便卯足马力向着场外逃去 毕竟在这个柔情铁汉的心中 没有什么比他的妻女更加重要的了 怎料大个儿这刚跑没几步 就当即引起了公司的注意 导致一枚炸弹迎面袭来 将他立刻干翻 可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个儿必死无疑的时候 他却靠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幸运光环免于一死 然后颤抖着从游戏区域逃出 进入了人类世界 在这儿黑客组织将流落街头的大个儿接到了基地 并在他大脑残存记忆中 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当年身为军人的大个儿与同事 成为了第一批纳米细胞的实验者 但怎料在实验开始后 真皮先生却为了测试新产品的实用程度 而亲手指挥大个儿杀死了同事 使他很快入狱 并且最可恶的是 在大个儿入狱后 真皮甚至还假意惺惺地收养了大个儿的女儿 抚养至今 一想到女儿还在真皮的手里 大个儿沉不住气了 愤怒的他马上便抄起家伙直奔公司 但怎料真皮早做好了万全准备 等待着大个儿自偷落网 很快在生前了大个儿后 得意的真皮便开始喋喋不休地 阐述起自己的宏伟计划 野心十足的他 这会儿将自己体内 也植入了大量纳米细胞 不过与众不同的是 他体内的细胞是用来发送指令操控别人的 并且更加可怕的是 真皮为了进一步控制更多人类 现在还丧心病狂地 研制出了一种细如粉末般的纳米细胞 只要将它释放到空气中 被大量人类吸入体内 那么顷刻间 真皮将能统治世界 在讲完了自己的恐怖计划后 内心扭曲的真皮 甚至开始折磨大个儿 操纵他亲手杀死女儿 所幸危急时刻 黑客组织不仅将这个画面 进行了全球直播 让真皮的阴谋暴露在世人面前 而且更帮职业玩家 重新夺回了他对大个儿身体的操控权限 让职业玩家再次上线 一举急杀真皮 至此伴随着一场惊天阴谋的土崩瓦解 大个儿也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了自由 与妻女团聚一趟 听说美的人都点了关注呢 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